有时候我就在想啊 配合上人生巅峰的座驾 究竟该是怎样的模样 肯定不只是贵那么简单的 因为还代表着你的一个品位 包括你的一个人生价值 说白了这台车 就代表你的一个社交名片 而路虎缆胜就是各大精英人群 经常纳入车库的一个必备项 而我眼前的这台路虎缆胜呢 就是目前最新的一代 路虎缆胜这样的奢华节 属于在眼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如何进行一个唤醒 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啊 因为你不可能只追求一个豪华感 但是好在它是一个旗舰车型 它的一个研发成本比较的充裕 所以说与此近期的 融入了一些科技化的元素 能看到整台车的风格 就主打了这种简约奢华感 比如说在色彩的使用上 就使用到了这种 看上去非常高级的哑光香槟精 这也是很多顶级的科技工艺品上面 都使用到了一个色彩 主网隔山这一块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在视觉效果上 进行了一个拔高 看上去更有威严感 但是也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它内部有三个王制的一个造型 霸气侧漏 而在大灯系统上面呢 依然保留了经典的 SIGNATURE日间行车灯 但是在大灯的照射距离上面 升级到了500米的一个照射距离 和很多的一个激光大灯 是相同的一个功能了 而外观上最值得一体的是 还是这个BUNK式的引擎盖 它这次做工质感提升了一大截 你能看到这个缝隙和腰线 是同等的一个细小宽度 所以说看上去非常的有高级感 而外观最有艺术感的 还是来到它的侧面 来到侧面呢 先来说说它那个尺寸 因为这次呢 引入中国的全市长轴距的版本 长度达到了5252毫米 然后轴距是3197毫米 它这一个尺寸呢 超越了同级别的麦伯赫DLS 所以说气场摆在这儿 不用我多说 因为拥有如此庞大的体积啊 这一代缆胜 就成为了缆胜家族 首个拥有七座布局的一个车型 但是因为这台车是一个 首发的一个版本呢 它只是一个两排座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给大家说 它的七座是真正可以坐下七个人的 好了 继续来说说它的设计啊 侧面应该算是强迫者的一个福音 你能看到隐藏式的门保守 包括下方的电动踏板也是 很好的贴合下边 然后包括这个车窗和车窗玻璃 设计到了一个平面上面 包括这个悬浮式的车顶呢 也是一整块的玻璃 而且这个23寸的一个轮圈呢 也是和轮尾齐平的 所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科技工艺的艺术品 好了最后我们来到尾部呢 它整个之前的四个树状排列的LED尾灯 被更有科技感的两条树状的LED灯带所取代 包括这个后雨刷也是使用了一个隐藏式的 下方的排气也是一个隐藏式的 所以说这一代路虎把它这种简约奢华感 演绎的凝联机制 但是开盖更有精细 您看到依然是使用了仪式感满门的一个对开式的一个车门呢 然后这里的一个位置啊 也可以选装和库里兰类似的两个导向的一个教育力 所以说逼个满满 你去谈一些合作呀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这里也是一堆的一个电子的功能 您看到这里有一个空气悬挂 然后去满足它的一些越野的一个功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了最重点的还是在车内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上这种床呢肯定要有仪式感 电动踏板就是最好的一个伴侣 然后这台全身一代路虎男生的一个车类啊 整个的也是走着简约奢华感 奢华呢从哪些部分来体现呢 您能看到白色的类似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高级 而且还是大面积使用这种半本安工艺的一个真皮材质进行包袱 另外呢整个车门也有一些木纹装饰 然后这个中控台下方也是一个木纹饰板的一个装饰 所以说给你一种车祸感 在科技感的营造上面呢 这块液晶仪表盘升级到了13.7英寸 整个的一个显示效果非常的清晰 可以和奥迪的一个蓄力周常向进行媲美 其余的部分呢也没有过多的一个实力按键 比如说空调的一个区域啊也使用这种触摸式的带显示屏的一个效果 然后你调节温度的时候 它有一些动态的一个效果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挡霸呀 也是使用了这种电子的一个挡霸 它的一个手感很好 并且在这个全地形反馈系统的时候 你使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升起的一个仪式感 其余的部分呢 它也是比较注重一个实用性的 这里有一个两档开关的一个车载冰箱 然后这里有储物槽 这里也有一个储物槽可以放很多东西 重点来说说这个座椅吧 它支持多项调节的 然后整个头枕也是可以进行上下调节的 这个头枕呢还带有一个隐藏的棒 就是一个可降噪的一个功能 结合它这个英国之宝的影响 基本上你可以开车的时候就与世隔绝了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感觉非常的惬意 越野呢一直是路虎的一个看价门领 在这台旗舰级的路虎缆身上 肯定也是可以直接把配置拉满 这台路虎缆身呢标配了一个四轮转向系统 它的一个转弯半径可以达到10.95米 所以说进行一个转弯相当的轻松的 另外还有一个主动式的后电子插出锁 还有一个主动式的一个防侧侧倾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它的一个公路能力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包括它的一个越野啊 这户外的越野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搭载了一个第二代全地形反馈系统 基本上你去进行一些轻松度的越野 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的一个脱困能力还是挺到位的 来到后排呢 它是一个行政级的一个功能待遇 你能看到它的中央扶手 也是一个电控式的 包括这块8英寸的触摸屏 可以控制你后排整个座椅的一个配置 包括你座椅的一个脚拖 腰拖 还有一个电动调节 包括按摩 加热 通风 这些功能全部都可以配置 所以说它这块 8英寸的中控扶手屏 使用频率相当高的 另外呢 同样是无边框的11.4英寸娱乐屏 可以去看一些电影啊 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看到没有 杯架也是电动的 所以说来自英国的东西 绅士嘛 要有仪式感 你觉得这台露鲁男生的一个逼格到底任何呀 最后再来说说它这个动力系统啊 我眼前的这台所发版本呢 使用了来自宝马的4.4T V8双涡轮件发动机 它的一个最大功率是390千瓦 然后峰值扭矩是750厘米 然后百公里加速会做到4.7秒 匹配一个来自财富的8AT变速箱 除了整个的一个动力匹配是相当的充裕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来自3.0级的音级力发动机 然后也是目前的一个主销车型吧 因为它的一个售价更低 然后还有一个竞争力很强的一个7座 作为顶级豪华SUV的一个行业鼻祖吧 它一直是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典范 而这一代露鲁男生 在引入了更多科技元素以及7座布局后 它的一个售重面更加广泛了 即使是一个家庭用户啊 它也能满足得了 并且7座版本更加的便宜 146.8万起 它会成为你的那个心中的梦中情车吗